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方婷 很感恩这次可以参加这个年菜和Zoom的视频推广 接下来我是要介绍的是我的年菜由 娘惹黄姜鱼 这个黄姜鱼其实是来自我妈妈的 我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我很喜欢吃这个鱼 但自从爱上素食之后 我就把妈妈以前煮的鱼转换成素食 然后其他材料除了咖喱 蒜头之外 其他材料都用我妈妈以前教过的食谱而煮的 这是回忆妈妈的味道 就是娘惹黄姜鱼 那接下来就会有 第二道就会有那个 酱母猴头菇 那这个姜母猴头菇是一个比较古的 因为我们之前在11月中就是比较冷的天气 然后我会采用姜比较多 然后放一些白色的那个米酒 来喷条这个姜母就是猴头菇 把它变成一个健康又营养的一个料理 因为有时候尤其是我们油脂们在外奔波 然后很少会吃到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食品 因为这个姜母猴头菇呢 它是一个比较有补补的一个食品 然后我采用的是新鲜 腌制过的猴头菇 然后用那个黑木耳 还有红枣 还有姜母来烹饪的 然后这是我的姜母猴头菇 好那接下来下一张就是板栗焖香菇 那板栗呢就是我们的板栗还有香菇 还有现在最应景的就是池菇 那池菇只有一年才有一次而已 就是说新年才会出产这个池菇 那我采用这个池菇来做这一道菜 其实池菇本身就已经有很好的一个营养了 它可以防止那个性血管阻塞 还有有帮助到我们的血液循环的一道食材 那我今年今天我在这个板栗焖香菇这边呢 我采用这个池菇 是除了应景新年 然后也希望说可以让大家吃得健康 素食其实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说 如果今天下单订购 然后到明天为止我会建送大家三道菜 如果订购三道菜 会送大家一个精美的保温袋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就是这个精美的保温袋 只要你订购三盒 那我就会有这个保温袋建送 感恩大家 那以下就是我的联络电话号码 那 为什么我会用方姐 其实方就是我的方中间的一个名字 在我年轻的时候 朋友们喜欢叫我方 然后我又喜欢烹饪 所以大家都叫我方 然后因为现在大家 刚好这个名字很贴切给我 然后我就称为方姐吃方菜 所以方姐年菜系列 感恩大家 杀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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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婷师姐可以问一下 一盒可以吃多少人吗 一盒大概可以吃五到七个人的分量 就是比较大 因为是新年团聚嘛 亲朋好友都会回来 然后大家一起去 我这一次没有做小分的是 因为想到说新年大家都会团聚 人数会比较多 所以我会做这个大分一点的 就是五到七个人的分量 好感恩 如果订的话是几时可以送呢 呃 最迟我可以送话的是 二月 这个年二八最迟 啊 好的 谢谢 好 感恩 好 感恩再见 我太好了 от雨 好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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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